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黄秦天 我是国家籍废物质文化遗产省私团承人 本人从事省私的工作已经有30年了 一个地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场地 我们南西的锣鼓一响起来 那些观众呢就自言而言地围上来看了 过年的正月啊 每一个地方每一天都有一个传统的寝室的活动 所以呢它自言而言就迎成了这个联位 重庆 上海 澳门 我是国家西人 新加坡人 表演就是活灵活现 眉眉微笑 就感觉年味就过来了嘛 朋友彩头有福气 我们活活嘛 过新年嘛 看武师啊 总之一家人在一起嘛 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佛山呢是省私的发源地 在群众的基础里面是比较浓厚的 一代一代传杀来收到这老师傅的熏陶 所以呢我对警师的爱好啊 其他的项目取代不了 就是说粤港澳台吧 那些年轻人吧 可能也受到老一辈方面的传承和熏陶啊 他们港澳台 藍师的传承跟传播也很好的 之前去台湾那边文化交流啊 寝室这一个传统的东西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在澳门有一个小称呼可能就是叫小融类 勇士文化现在在澳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 喜欢和学习 也成为了澳门的中华传统文化标志象征之一 夏国张勇士团传承至今呢 已经差不多一百年了 我们在一个推广的道路上面呢 做到非移境校园 我们可以培养新一代的年轻人 更加有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 随着这个大湾区的发展 其实很多人文的融合 更多的演员到香港做交流 一起弘扬这个非移文化的传承 我能够夺到这个传承人 国家集的一个称号 我就想带动更多的年轻一代 去参与这个传统的文化 在他们业爱这个传统的蓝丝文化里面呢 一步一步去走好自己的路 更多的为我们国家这个传统的东西去发扬去推广吧 广东兴兴兴与你春节相约 我是广东兴兴国家集传承人黄青天 祝大家新春大吉 何家幸福 万事如意 龙丝精神 坤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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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